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叔,今天咱聊会儿天吧 我呢,今年40岁了啊,人已经可以说人到中年了 到了这个年纪啊,就是朋友越来越少,圈子呢越来越窄 要慢慢的学会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度过今后的余生 为什么说要孤独的度过余生呢 其实这年头孤独是福,孤独就是平安,孤独就是幸福 因为什么呢,你都不像我们二十几岁或者说甚至说在上学那会儿了 说咱们一块儿交个朋友,大家一块儿出去玩啊,一块儿干点什么 一块儿去个网吧呀,一块儿喝酒啊 你现在不是那个事儿了 现在你人成年以后,你首要任务你是赚钱 没有钱,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没法立足的 然后呢,起初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想什么呢,想交一些朋友啊 就是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啊,然后呢,慢慢的你会发现 怎么讲呢,就是 有些时候我们交一些朋友是希望,哎,今后这个朋友他要能飞黄腾拿了 他要能挣点钱了,能拉翻面一把 能想起来咱们曾经那份友谊 或者说,甚至说这个朋友在落难了,咱们帮他一把 希望他今后成功的时候也能拉咱们一把 或者说咱们以后落难的时候呢 人家呢,能也帮咱们一把,对咱们也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呢,现实是 你帮着人家了,等哪天你落难的时候,人家未必管你 啊,另外呢,就是 你今天跟人家好,也许人家哪天飞黄腾拿了呢 人家不叫上你 还是你自己一人,啊 因为最近啊,就是说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就是说,怎么说呢,经济状况不太好啊 因为这三年疫情了啊 怎么说呢,做生意的也不太好过啊 上班的呢,也都面临着裁员呀,降薪什么的 然后呢 好多人呢,就是处在一个人生低谷啊 都向我反应,都跟我聊 就是说 现在人太闲实了 之前有一个老哥跟我说 前些年 一几年那会儿在 环京,北京 燕郊那附近吧 买了个房 首付呢 交了一百 然后贷款呢一百六 现在呢 受这些年口罩影响 房子呢 价格呢就基本上就是腰斩了 甚至腰斩完再腰斩 然后这个老哥呢 就是生意上呢 出现一点状况 就是整个资金链断裂 还不上这个月供 这一下就 一下就是成老赖了 就是整个所有银行卡 能冻结的都冻结了 然后这位老哥呢 之前混得好的时候呢 就是经济链 资金链没断的时候呢 周围的亲戚朋友啊 还跟他交往 现在呢 周围的亲戚朋友都拿他灯泡屎 一样躲着 这是他自我原话 啊 就是拿他灯泡屎一样躲着 哎 这个东西就是现实吧 所以呢 我还是说那句话 这年头你也不要交朋友 你也不要说跟什么人搞关系 走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好的时候 没人管你 你说你跟他交往 走动干啥 对不对 咱们说咱平时交往 走动 说说沟通 说互相有往来 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有事的时候 人家能帮咱一把 咱落难了 人家可以伸手拉一把 但是现在现实是什么呢 你甭管你平时 你好的时候 你顺风水水的时候 你怎么对待周围的人 就是说 平时请客吃饭呀 送点礼呀 互相有往来 转个红包啊 甭管你怎么对他们好 只要你落魄了 只要你不行了 全离开你了 之前你对他们那些好 就扯淡 全是扯淡 这就是现在现实 对吧 也是让好多老哥 好多人感觉寒心 在里面 所以呢 你说你平时 对周围的人再好 等你有了事 他不管你了 你说你交往他干啥 你不如把平时 请他们吃饭 给他们送礼 给他们转发猫点钱 留着 自己有难的时候 自己渡过难关用 你交往他干啥 没有用 一个是这个 第二呢 人家好的时候 就是说 你帮着别人 别说不好 就算人家好了 人家挣钱了 人家升官了 人家也把你忘了 所以说 甭管人家好与不好 还是你好与不好 的时候 人家也都想不起来 你 所以说 你 你搞社交干啥 对吧 所以呢 人 现在呢 就得学会孤土 这是现在社会的 一个现实 也许 倒退二十年 三十年 不用这样 你可以去交往 交朋友 你可以跟人掏心窝子 但是现在 尤其是现在这种形势 这种大环境下 真的每个人都在独善其身 你也不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到这种 无效的社交上 就是说白了 就是每个人现在都是在自古不暇 都是在自己保自己 你甚至你 你不用说你有难 你就算是平时 你跟你那亲戚朋友 可能人家都躲着你 人家也不能说算躲着你吧 就是不想让你沾上 唯恐说 怕你说是求人办点事 或者你找人借钱呀 什么 所以就等等这种情况 咱们就是想到哪说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 说我说的不对 其实觉得你落魄了 那肯定人瞧不起你 对吧 你穷你没本事 你还想让人尊重你 那不是想什么呢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现在穷你落魄你不好 是你有钱了 你过得也不痛快 你过得也不痛快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你 你在你亲戚朋友当中 你最有钱 咱也别多说 代言别少说 比如说你 你账上有个五百万的闲钱 就相对比较起来 你周围的亲戚朋友吧 你算是有钱的 假如说这么一个情况 你别觉得你好 你这些周围亲戚朋友有个事 比如说 人家周围亲戚朋友里头 儿子结婚 想给儿子贷款买个房 付个首付 抄你借的了 你说你是借不借 你借了 以后有可能不还你 你不借 以后他就骂你是个王八蛋 当然了 这咱先撇一边 你周围的亲戚朋友里头 万一有个大病 比如说有人得了大病了 他手里没签支 就知道你有钱 朝你借来了 你说你借不借 你借完了 他有可能他 以后真还不了你 就是说他病了 他身体越来越差 他挣不了钱还你 因为有些病 大病 他是一个无底洞 对吧 他这个钱只进不出 对吧 他还不了你 你说你不借 人家骂你 说你见死不救 对吧 所以你别就是说 你有钱了 你就好过了 你有钱你也不好过 所以呢 一个呢 现在就是说什么呢 甭管你有钱没钱 你别跟别人说 你现在就算穷 你一个月 哪怕你挣的 就挣三五千块钱 你别说你挣多少钱 你说出来呢 你挣的少 人家瞧不起你 你一约挣十万 挣二十万 你也别说 你说出来呢 有人惦记你 今后他 一想用钱了 或者他有什么事 他先找你 你借他罢了 他心情好了 他还你 他心情不好 他还不还你 你不借他 他就骂死你 所以呢 你有钱没钱 咱就本着财不外露 别说 然后另外呢 现在这种大环境 也加上 年龄 像我 尤其像咱们 我80后嘛 就是同龄人吧 咱就说 80后这些年龄起来了 这种大环境好 这个岁数也好 真的减少社交 别搞那种没用的社交 就是自己保自己 关键的时刻 靠自己的积蓄 自己的能力 去解决自己的困难 不要指望别人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跟过去不一样了 他不像说我们 80后父母那一代人 他们 关系比较亲密 经常互相走动 尤其一到周末的时候 互相串门 就是周末上这吃饭去 上这吃饭去 我们80后 开始这一代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代人 坑太多 就比如说 像80后这一代人 你可能你买个房 就足够要了你命 甚至要你本条命 就是说你想娶个媳妇 买套房 真的足够够你一梦 你养个孩子 就抱这种各种班啊 或者平时孩子 在生个小毛小病啊 就乱七八糟的 包括学校里的各种 人情往来啊 什么的等等吧 真的就就就真的够你一梦 够你一梦 您还甭得点病 您再来点病 是吧 万一得了什么大病 可能这一个病 就能让你请家荡产 所以说就从我们80后 这一代人开始 就是说处处是坑 处处是雷 处处不顺 就是说可能 买房 结婚 养娃 说 瞧病医疗 等等这一块 包括我们这代人养老 说 你但凡一不小心 可能你这辈子 翻不了身了 你这辈子就就就就就在 就就苦难中挣扎了 就以上上出这些雷 你还甭敢绵 万一您被人忽悠了 去投资理财去了 到时候再爆雷了 那更是这样 所以呢 我还是那时候说的那句话啊 就是 你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保全自己 避免无效射交 甚至不射交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这么说话自私啊 但是我始终说这么一句话 说你自私的人 永远比你更自私 真的 大家评我这句话啊 说你自私的人 永远比你更自私 大家去 去细评我说这句话啊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呢 今后呢 就是说 经济大环境也好 口罩问题也好 肯定大家日子越来越难 然后呢 在越难的时候 其实越是暴露人性的时候 所以呢 我的意思呢 是咱们也别给别人添乱 咱们呢 也别让别人给咱添乱 咱就自己努力的 挣扎着自己 把自己的一目三分地儿 给他弄好就完了 对吧 你也不要幻想着说 谁能管你什么 谁能帮你什么 尽量别抱这方面的希望吧 因为 咱也别怪别人现实 咱也别怪说别人不管你 因为 怎么讲呢 话又说回了 别人也很难 你面临的问题 别人也在面临 你挣不着钱 或者说你收入下降 或者说你 怎么说呢 经济状况不好 可能人家也不好 人家可能也许 未来也会遇到一个 坎儿 或者说人家 比如说人家 也有可能哪天 身体上 生点病 什么的 所以人家也只能 雇人家自己 人可能就是说 人家雇不上你吧 所以呢 咱要明白这一点 别人活得也很累 在感觉自个儿 每天活得很无助 很累 很迷茫的时候 你要知道 别人跟你的状态一样 因为人家跟你生活在一片 同一片天空之下 人家跟你生活在一个 同样的一个 这种大环境下 所以呢 说白了就是 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了 已经是自己 估自己身上的事 都快估不过来了 也就没心思在 顾别人身上的事了 所以呢 真的 就自己顾好自己 不要打听别人 这个 未来 孤独 是一种幸福 好吧 这个视频呢 就说这么多 拜拜